變成你要怎麼做呢 你就變成沒關係 你就想說 老師那我麻煩一點 以前的人沒有這種追蹤的 先畫一條 這邊 然後呢 再畫一條什麼 再畫一條線 不也可以嗎 然後怎樣呢 再把它修剪 空白一件 然後 這樣不也可以 可是哪個比較快 當然第一種比較快 就是直接追蹤 所以兩個方法我想我都試試給各位看 突出來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復原就Ctrl Z Ctrl Z把它復原 然後我再畫一次 追蹤的方式的話比較簡單 追蹤的方式的話呢 第一個先點一下線對不對 然後從這邊 點端點 移過來之後呢 不過這個 真的不太好追蹤 你要知道 第一個要先看到水平線 看到水平的對不對 然後請你再往垂直方向 跑過去 碰到這個端點之後有沒有 然後手一定要抓穩 你不要亂跑 你要往正方向往下 這時候有沒有 垂直的線出來對不對 再往下 然後看到水平的線出來 有沒有 表示你已經 追蹤到 你要的這個點 這個時候你再把它點一下 不需要 給他 這個這個多少的數字 尺寸 點一下 然後再往上 再點到端點 點一下 就ok了 這樣你就不用 劃兩條線再三了 直接一氣呵成 這個就是追蹤 這是 所謂的那個 物件追蹤的 方式 稍微有點困難一點 那最後呢我們再把這個圓 這個圓多少 20 Enter 那最後怎麼樣呢 修剪 空白鍵 把它吃掉 這邊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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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呢 最後還要做一些簡單的標注 我想 這個標注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只是說這邊會有一個虛線 我想這虛線的話 你暫時可以不用畫沒關係 就是 把這些該標的標一下就好了 那 第三題 第三題部分的話 最後你們就把那個標注也是要標一下 把這個簡單的標一下 就是 大概 大概 這尺寸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 這裡面會用到 反正就是 垂直跟水平一定標注的話 一定是 線性 然後 半徑的話 就是你就標一個這邊有個半徑 這邊就可以顯示出來 這一題就完成了 第三題 好 那